疫情严峻 宅在家点外送成了最方便 最安全的用餐方式 但如果碰到这状况 外送员拿出饮料来 先放在地上 居然直接把袋子里的饮料 装回杯里 这景象让台中西小姐 整个傻眼了 她表示这个月14日 上午8点56分 透过麦当劳欢乐送点餐 约9点35分 餐点抵达 我看他把他那个 写定的位置上了 但是他就是在整理他的饮料 他那时候还能打给我 但是我就一直不知道看他在做什么 我看他把他那个饮料袋拿出来 然后他就把那个半杯饮料 直接放在地上 然后因为他那个已经饮料掐倒了 那已经看了算他饮料是掐倒状态 所以他那个有就是 砸在那个袋子里面 他不是就把剩下的那个饮料 倒在那个饮料杯里面 外送员离谱行径都被C小姐募集 直到对方打电话通知 他的餐点抵达 我就说现在 那个你刚刚的行为 我透过接字器看到了 然后他就吓到 他就说 他就说 那个是要取消的啦 我就说这么刚好 对我看到我跟你说 然后那个是要取消的 然后他就 对他就很紧张 然后他就说 哦没有啦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害怕我的饮料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用呢 西小姐拒绝更换饮料 随后打电话向麦当劳坛子 中山店告知 回见的那个人就说 等会那个先生让我回去换饮料 所以表示他那个餐点 不是像他说的 是取消的 但是因为被我发现了 然后等他再回去换新的 然后同时 他就说 这个是外送人员个人的行为 当下西小姐反问对方 倘若是这种情况 你敢喝吗 对方回答 当然不敢 并表示愿意退肺补偿 因为我今天打这个通电话 我不是要你们做任何补偿 我只是想跟你们说 你们的那个温存品管要加强 而且你们的包装有问题 事后西小姐向食药署反应 这个月16日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 接手办理 到麦当劳坛子中山店鸡茶 市府表示唐诺卫一规定改善 可储6万至2亿元罚还 遭投诉的麦当劳则回复 该外送员外送过程打翻饮料 卫一标准作业程序带回重新制作 以查明后责称营运主管与顾客取得联系 并将进行内部调查 戒程务必加强管理及人员训练 避免类似状况再发生 地方中心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